美国众院议长玄缺在超过20天之后 台湾时间26号凌晨 众院终于选出了新任议长 他是路易斯安纳州众议员强生 也是第四位获得共和党提名的众院议长候选人 空转了22天 美国众院新议长终于出炉 他是路易斯安纳州众议员强生 出席投票的所有220位共和党议员 全都支持没人跑票 强生是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 他曾质疑2020总统大选结果 还呼吁川普坚持下去继续抗争 川普第一时间恭贺强声当选议长 有人担心2024美国大选是否会历史重演 拜登随后发声明表示 无论谁当议长 他都会寻求合作 不过拜登政府送交国会的援助乌克兰法案 可能阻力重重 因为强生主张加强监督 51岁的强生知名度不高 更被形容是140年来资历最浅的议长当选人 不过强生是国会台湾连线成员 挺台抗中立场鲜明 他曾表示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美国应该做好准备 刘永伟编译